哈喽狮子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 从7月1号到7月15号的 双周能量日式排卡解读2021年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 好吗 那在我的频道 你不仅可以去回顾前几周的这个影片 你可能对于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个故事整个轮廓性会比较清楚之外 在我的频道 你也可以不需要受到任何的局限 比如说不需要局限星座或日期 你可以点选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这也会是对你有帮助的综合讯息的一个参考方式 好吗 那如果是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非常欢迎你们 也请你们帮我订一下 就是按下这个订阅 那呢 在前面呢 我们有这个开场讯息 针对12星座 可能天使跟宇宙 会有一些开场讯息告诉你们 会跟后面这些能量牌卡解读 是会有相关联的 OK 那平台的一些更新 我也都会在前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这个 就是分享这个平台的讯息 也就是说呢 在7月1号过后呢 我有一个新的计划 那这个惊喜呢 是人人有份 好吗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惊喜呢 很简单 请你记得按下 这个 我的订阅 那呢 小铃铛 请记得要选取全部订阅 那你才会接受到这个通知 好吗 那个呢 到时候 就会公开 让大家知道 好吗 那也非常感谢呢 有来到我的平台 支持我的 赞助我的朋友们 还有这个 就是订购天使蜡烛的朋友们 我都非常非常感谢 你们的真心支持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们呢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去找到你所需要的资讯 如果找不到呢 就请你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 叫做Jenlove myself J-H-E-N-L-O-V-E-M-Y-S-E-L-F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于我的资讯 那你也可以加入我的IG 进行追踪 私讯来问我 你有什么样的疑问 我都会一一亲自的回答你们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准备进入这个 四字座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开场讯息 OK 四字座的朋友们 我先告诉你们 我从刚刚这个开场讯息 是 有 有 连讲话都卡卡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有发现 我连洗牌都卡卡的 就是 你们知道吗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开场讯息 也是录了几次 开场这个 你知道 前面这些啊 录了几次 连洗牌都很卡 我个人感觉 你们现在可能卡在一个 不知道什么奇妙的阶段上面 好吗 好 好 来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开场讯息 想要先通过我来告诉 这个四字座的朋友们 OK 他们要我告诉四字座的朋友们 不要害怕 你现在可能在经历或者是面对一些调整或改变 但是这些对你来讲都是有帮助的 你要学习能够去看到这件事情为你带来的益处 这是第一个讯息好吗 第二个讯息 最近四字座的朋友们非常适合白色 或者是白水晶 或者是白色的饰品 白色的服装啊 包包啊 什么之类的 你的幸福是白色 好不好 来 第三个讯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四字座的朋友们呢 最近可能要特别注意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呼吸的问题吧 可能是你最近呼吸可能不太顺畅 或者是呼吸系统有点问题的话 那都会建议你可能去给医生检查一下 反正就是跟呼吸 因为我感觉这是整个 鼻子的地方能量是很明显的 那可是感觉好像稍微有延伸到喉咙 然后再回到鼻子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你的鼻子或呼吸状况 可能会鼻塞吧 或者是你过敏等等之类 都有可能 最近可能状况会稍微 有一点比较加剧一点点 那可能要稍微多照顾自己一点 好吗 好 OK 他们说这样就可以进入这个四字座的这个 有卡住 四字座的朋友们 这个双周能量的白卡进度 好不好 OK 好的 四字座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 今天呢 有什么讯息 宇宙跟天使 想要透过我来传递给你们 好吗 好的 好 我先把牌面稍微整理好 那今天呢 在进入这个能量排卡解读之前呢 特别提醒大家 请你们自行的去套用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状况 跟相关的人事物 还有所有我在形容的 这些东西的形容词 好吗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 一一讲解你们个人的状况 但是你要能够灵活运用去 去截取这些讯息之外 也要灵活运用 你现在状况的一些形容词 OK 因为我会尽可能去形容 这些能量给我的感觉 但我没有办法完全去符合 所有人的现状 OK 我会尽力而为 OK 好 今天呢 我们要告诉四字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你即将遇到的这个挑战 也就是这个宝剑 国王 那这三组牌卡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三组能量状况 那在接下来你目前看不到 或过两周之后你会遇到的状况 是这个愚人牌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讯息 宇宙希望透过我来告诉这个四字座的朋友们 好吗 稍微看一下下哟 OK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说你这两周的这个挑战 是这个宝剑国王呢 我觉得呢 你现在呢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关系人事物当中 你遇到了一个比你理性的对手 或者是比你强而有力的 对手 一直讲人家是对手 好像跟别人干人家一样 好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接触到这个人物啦 或者这个关系 你这个人呢 其实是我觉得啦 这个能量场让我感觉是比较聪明的 或者是他 他是在你的位阶值上 比如说像你的boss 或者是你的主管 或者是比较资深一点的人之类 或年纪稍长 都可以 这个人呢 是蛮有智慧的 OK 然后他讲话呢 我也可以告诉你 有点不是很脱迷带水 就是直来直往那种 会郑重你的红心 也就是说 有可能你脆弱的小心灵 会受伤的那种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是你这两周的挑战 那在过去的能量呢 我觉得你在告诉你自己 你假装你自己 可以跟这个人一样 也就是你现在在交手的 不管是合作伙伴 你的情感对象 或者是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同学朋友 请你们自行套入 你们自己现在遇到的状况 好吗 你觉得你假装 你可以跟这个人一样 我很成熟 我很理性 我可以很有魄力 我可以怎么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OK 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一块呢 是比较有点像是 我不能说你是伪装 但是你想试着让自己成长 或者是试着去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有点像是说 你觉得你好 我们就讲伪装好了 你觉得你外在包装的很好 你觉得你跟这个人 可以有点像是互相匹敌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子 我应该也可以这样子吧 但其实在你自己内心深处 你知道其实你做不到 OK 或者是做得不够足 或者是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OK 这是你过去的这个能量场 但是但是你很想朝向 跟他一样level的这个 层级前进吧 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挑战宝剑国王 跟过去的能量 这个宝剑女王 还有这个前帝武 还有这个呢 权杖骑士给我的一个感觉 在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呢 我个人觉得说 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跟前面这个 开场讯息有点像 就是你现在在遇到一些挑战 遇到一些修正跟调整 你在想 怎么样我才可以变成 真正的这个宝剑女王 所以你现在进入一个 城市的过程当中 就是等于是 你之前好像有点横冲直撞啊 然后你就觉得说 啊这样子做这样做就好啦 有什么很困难的啊 啪啪啪 然后后来你就发现说 哦有时候这样失控 或者是 没有 没有规划 或者是没有一个 我觉得理性的判断 或者是计划也好呢 去做你现在可能 面临到的状况 或关系 或人事物的话呢 是行不通的 其实你知道行不通的 因为你有点像是被这个挑战 就是你遇到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对手或合作伙伴 或情感对象 打回来 你懂我意思吗 对方很快就看穿你的伎俩了 或者是对方很 就是轻言的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撂倒 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在想 我到底怎么样 可以达成像 这个人一样 这个人有可能 说实在的简单一点 他有可能就是你的上司 你发现说 哇他做决策 还有魄力哦 然后我烦恼的事情 我烦恼的这个计划 想好久 没想到他一句话就联形为我呢 这件事就解决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随便举例啦 那在性战的这个状况 就是你也想要变成像 他一样的 这个角色也好 或者是有这个能力也好 或者是达到他这样子的 个性也好啦 OK 好你们自行去套用 这就是这个呢 影视牌跟这个圣飞石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国王牌 给我这个感觉 你在想啊 我到底要怎么样 像这个人一样 充满着理性 但是我又能够 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讯息 就是充满着理性 可是我又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 或者是同理的状态 去做出一个 对这个状况 比如说有利的一个决策 或者是有帮助的一个决定 或者是说有效的一个方法 你懂我意思吗 你在学习 现阶段的状况 你让我感觉 你想要蜕变 你想要学习 那在未来的状况 你知道吗 你很有趣哦 未来的状况 你就是觉得说 嗯好 我这次是真的打从心里 要这么做哦 因为你这边原本是影视台 后来变成女祭司了 女祭司呢 是代表她是一个 充满智慧的女性的能量 那也代表说 这个人是刚柔并激 她很清楚知道说 呃自己哪个地方需要调整啊 这个地方需要改变 所以她进入一个思考的模式 所以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说 哇原来就有的 这个方法行不通了 或我以前的个性脾气 或想法 可能不是很OK 所以在未来的这个能量场 你觉得 你有点自我反省了啦 OK 你有点像之前啊 这种很冲动的 这种玄奘歧视的这个能量 你发现说 如果你想要成熟 蜕变成一个大人好了 或者是一个 呃有资格的这个 这个 比如说你在考试嘛 符合这个学校的 这个要求资格 或者是你跟这个合作伙伴 你觉得说 哦你应该要像他一样 有远见 你们可以自己去套论 你自己的形容词跟状况 你在思考 我自己这个自我检讨的状况 还有哪里不足的地方 该修正的地方 我都要去做 你知道吗 原因是因为 你想要离开啊 这种过往 你觉得 嗯 我不觉得这边有什么 自己值不值得的问题 但我觉得 你有点感觉 自己好像没有 呃 跟上潮流也好啦 哦 跟上这个大家的期待也好 或者是跟上你自己的计划也好 或者是提升到 你想要达到的经济也好 你想要离开 过去这个能量 然后所以你决定 你决定了哦 你决定要跟这个人 或者是跟这个对象 或跟这个状况 去和平共处 去看到 你知道吗 这张前递六给我的感觉 就像前面开场讯息讲的 你要去看到这件事情 为你带来的益处 而不是专注在 可能让你伤心跟难过的 这个过程 或者是你在中间遭受的打击 或者是你觉得很失落 或者是这个状况 哪里对你不利 OK 你们自行套用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在经历这一波的 这个成长跟改变之后 为什么你呢 未来看不到的是 这一个愚言牌卡 这个愚言牌卡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有点像是 信心的一样 他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 是非常符合 刚刚前面这个开场的讯息 如果这是你的故事的话 那我们就来看看 宇宙呢 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 要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 好吗 我觉得呢 你好像在经历一个 身边发生的一个事件 或状况关系人事物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带给你看似很像灾难 但你开始发现 它隐藏在下面的 这个礼物吧 我可以这样讲 OK 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有什么样的 验证牌卡 要给我们狮子座的朋友们 好吧 你这两周的挑战 是这个保健国 那你看哦 我告诉你 你看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个挑战哦 看似好像是一个灾难 对不对 但是你看哦 你抽到的验证牌卡 是Happy Happy 这个开心快乐的感觉 我觉得跟这个女祭司 给我的这个感觉很像 你知道吗 这个人手上有星星的 女祭司头上是有月亮的 你懂我意思吗 星星月亮是长在 同一个地方的 对吧 他们都在外太空嘛 那你去想哦 你看这个呢 Happy Happy的这张牌卡呢 它呢 这边是有一股能量 串流到天空的 你有没有发现 女祭司也是 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 月亮跟星星 他们是在同一个空间的 代表说 你已经开始想要自我提升了 你想要改变了 你想要跳跃了 你想要成长了 你想要蛻变了 所以你在想 我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 Happy Happy 就是我自己 自我满足也好 我觉得开心也好 或达到自己的成就也好 你想要从你现在 遇到这个状况的关系 人数当中 做一个调整跟修正 就是你要level up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所以呢 我觉得之所以为什么这个呢 保健国王给你带来挑战 可是印证牌卡是这个 Happy Happy的意思是说 他会为你带来一个 非常开心快乐的转变 连你自己都会觉得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特别叫我指出 你看哦 这个星星呢 一个是在头顶 也就是在我们眉心轮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的胸口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是 你为什么现阶段 在过去 还有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暂时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 但你知道这个改变要来临了 你知道你要准备好 你要get ready 你要去做出这个行动也好 或思想也好 或者是在真正的实际作为也好 或生活范围影响的这些周围 这些环境也好 他真的要改变了 他真的要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把这个牌卡 拿很近给你们看哦 这个非常开心开心的这个转变了 你注意看 这是一个蛋 这边有一个人脸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是你 这个也是你 你知道你即将要破蛋而出 就像那些小鸡嘛 他们要从这个蛋壳里面 破壳而出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为你带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开心的转变 你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挑战 这个人或是这个关系 或这个状况 为你突然好像打醒你哦 这张牌卡也有一种打醒你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当头放鹤告诉你哦 你这样子不行哦 你知道吗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事情呢 就是会在同一个地方打转 或者是他不会有一个新的改变 或者是你不会有一个成长 OK 这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两周的挑战 为什么他用这张验证牌卡给你 他看似是一个挑战 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关系 或者这个状况 好像有一点棘手 或者是他有一点超过了 你可以 他们说 有点超过了 你可以预期的范围 或者是他们说 或者是这个事情来得又急又快 OK 这个呢 保健国王当然也可以代表一个事情 不一定要代表一个人物 但是我觉得你们就套用自己的故事吧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状况关系人事物出现之后 你知道这个来临 终将要改变你目前现在的状况了 好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 急躁 就跟古代人看到那个什么 一些什么象征啊 一些赛啊 好像会有一些急躁 你知道吗 大急大力的一些征兆 OK 好吧 他们说呢 一张牌卡验证就可以了 好来 那在过去的能量场 我有讲嘛 你过去的方式行不通 过去的态度行不通 假装自己好像可以 但其实内在虚虚的 好像没有真正像你所期望的 或你想改变的那样 那这张验证牌卡呢 你看哦 我说了这个 这个改变就在路上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你这张牌卡叫做 这个改变就是要即将来临了哦 但是你看哦 我刚刚是有讲 这件事情或许会来得又急又快 原因是因为这是一匹马 这个马呢 上面呢 背着一个城堡 你知道吗 这个很有趣的是 你看哦 在这个城堡这边 这样应该看得到吧 这边有一个人坐在这里哦 我知道它很细 我不知道相机能不能拍到这么细 OK 你看哦 这是一个人坐在这边沉思 你知道吗 他在沉思 但是呢 他是这个城堡的主人 这匹马呢 是他的这个御用的坐骑 OK 所以你这个城堡呢 要往哪里去 这匹马要往哪里跑 是你在下这个指令的 所以你坐在这个马匹上 坐在这个城堡里 在思考 这个改变已经来临了 你已经在这个氛围当中 已经感受到这个状况了哦 所以呢 这张牌卡是 A change in the wind 就是代表说 你已经感觉到 这个气息要来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已经感受到 这不是说 哦 我真的眼睛看见了 这是一股感觉也好 能量也好 或者是你感受到的这种 呃 觉知上面的一种能量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量改变了 你知道这样行不通了 你知道就有的方式 也不可以再这么做 OK 这就是验证你过去的这个能量 OK 好 那这现阶段的能量 我们要看 你知道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 要给自己做的朋友们 他们也说一张就好了 OK 好来 你看哦 这边很有趣 这张验证牌卡 验证你现在的这个能量 也就是这个影视牌 圣杯石 然后还有这个国王牌 验证的牌卡是 呃 Community OK呢 这张牌卡你看哦 这是一个很可爱 我觉得这张牌卡 我真的觉得这张牌卡很棒 你看这边有一个 呃 长颈鹿 长颈鹿在跟 这个妈妈呢 在跟这个长颈鹿的小孩 进行一个很轻易的接触 对不对 然后呢 旁边这边有非常多的小鸟 然后这是他们的小家 对不对 OK 为什么这张牌卡出来 验证你现阶的状态呢 你看哦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讲 这个圣杯石 其实呢 这就是同样是在互相呼应 这是一个家庭牌卡 这是一个家庭嘛 这圣杯石也是一个家庭嘛 是一个圆满 开心快乐的象征 那为什么我会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情感满足的象征 是代表圣杯石 最基本的牌译 这个Community呢 其实也是代表说 你看这个妈妈 跟这个小 嗯 小长颈鹿 差点讲 讲小斑嘛 这小长颈鹿呢 在进行这个情感的交流 你知道吗 可是哦 这边很有趣的是 我们刚刚有讲 在现阶段呢 其实你很像 很想要像这个人一样 就是刚刚那个宝介国王 或者是你想要跟这个状况 或者是这件事情的要求 能够匹配嘛 你希望你想要成长 但你在思考要怎么做 对不对 然后呢 刚刚我是有讲到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这个挑战是这个 Happy Happy 即将来的 对不对 然后你注意看哦 这个Community呢 让我感觉 你们某部分的人啊 可能是在一些 大公司里面上班 或者是跟别人 是团体合作 或者是运作的 这个工作模式也好 或者是交际模式也好 我个人觉得呢 你有发现说 第一 我觉得这边 有一个特别的讯息 就是第一 你可能觉得 过往的这个方式行不通 第二 你发现 你要改变你的行为 跟沟通的模式 跟状况 才有可能融入这个团体 或者是让这个团体 能够运作更加的顺畅 原因是为什么呢 你注意看哦 刚刚我有讲 这个破壳而出的这个你啊 即将快要出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 这个稻草这边 有一个人的脸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互相印证的 OK 你知道呢 这些改变都要即将来临 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能量持续的在走 所以他们给你两张牌卡 互相验证 你知道这样的状况要来临了 如果这件事要有一个好的发展 或者是有一个成长 或者是只是纯粹单纯 你内在心灵的这个跳跃也好 你知道这个东西要来临了 OK 而且他们要我告诉你哦 这个改变呢 不是说只是改变你的 他们叫我讲清楚一点 不是只是说什么改变 你生活上面的这些现实状况 比如说金钱也好 人际关系也好 交际状况也好 或者是合作的模式也好哦 当然这个部分会接受到 他的改变跟修正 可是他们要我跟你讲 你在现阶段觉得这个改变啊 或者是这个跳跃啊 会为你达到情感上面的满足 而且这个满足是自我满足哦 不是只有满足别人 也就是说我随便举个例好了 假设好了 你就是有一个很严厉的这个上司 好了 那他呢 以前都跟你讲说 你做这个张案啊 怎么样什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交代给你了 你就觉得我很好 我可以像我的上司 我的boss一样 然后做得很好 怎么样很理智判断 决策如何如何 我很有能力 但是呢 当你这样子在 就是吹破肚皮的同时啊 其实呢 你的老板是看得出来的 好吧 你老板是看得出来的 那后来你就发现说 这个专案好像不是很顺利 好像我的方法行不通 好像我有点太自以为是 所以忽略了其中一些 我该注意的东西 所以你在过去的能量发现说 我好像缺失了什么 其实我还办不到 我的能力还不足 我的想法还不够成熟 等等之类的 在现阶段你开始发现说 哦我觉得这个旧有的方式不行了 你想要成长嘛 像你的boss一样 很有决策能力 所以你想成为这个国王 所以你在想 怎么样我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成为像这个国王一般统治天下 但是你又想要达到 这个自我成就感的满足 还有你自己内在的这个提升 比如说抗压的能力也好 我面对挫折的能力也好 因为大家给你的这个专案的结果 评价很不OK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让我感觉 你不仅会在史之上面的改变 得到守候之外 在你内在心灵成长部分 或者是内在中 我们看不到的 比如说 呃 毅力啊 呃 受挫的能力啊 抗压的能力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一块的情感的部分 也会有所成长哦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代表说呃 你会更有力量去面对 你现在所遭遇到的状况关系的事物 好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是在做一个内外兼修的感觉啊 是做一个内外的调整 然后进而去达到未来的这个成就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未来这个能量场有什么样的讯息 要告诉我们私之座的朋友们 这边他们说就是三张一起解 因为通常呢 如果你没有看过影片的朋友 你可以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呃 通常呢 我解排的方式 就是直话直说 然后呢 他们引导我 抽几张 我就抽几张 他们要我抽两张 我就抽两张 那在最后这个部分 他们说这三张牌卡都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 我刚有讲嘛 对不起 踢到自己的桌子 sorry 呃 我刚有讲嘛 在未来的这个能量场呢 其实呢 你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你是真的有智慧的在思考这件事情 而且女技师呢 她其实 女技师这个牌卡 其实也是代表说 内在成长的灵性 智慧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边抽到这张牌卡 其实我不意外的 我觉得这个只是这个圣杯石 还有这个community的这个能量 延伸过来 造成啊 造成你有这样子的行动上面的改变 跟思想上面 跟或者是内在的这种蜕变 OK 那我们这边抽到三张牌卡 哦 我觉得都很好耶 哦 OKOK 好来 这三张牌卡呢 他们叫我跟你解释好了 好 这应该说 这件事情 或这个状况 跟关系人事物 你会先问你自己 为什么你会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会这样 就比如说你不足的部分 或状况不好的部分 或者是 对你 来说 你觉得说 你暂时看不到这个 对你有利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只看到黑暗的那一面 你只看到沮丧的那一面 类似这样子 你会去问你自己哦 你会问why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我哪里行不通的吗 还是怎么样 你看这个人哦 他在去拿这本书 然后呢 这本书呢 上面有一个天使的翅膀耶 你知道吗 他想要去找看看 去找到这个答案 翻这个书 找到这个答案 去看看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这个参阅下 就是使用说明书呢 这边哦 天使帮他送来一本书 那你们知道吗 书也就代表智慧 对吧 书代表一个智慧 你阅读了之后 你就会增长你的智慧 其实这张牌卡 是跟这个女祭司呢 相互呼应的 代表说 你正在运用你的内在智慧 去处理 面对 或者是去看待这件事情 从不同的角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 在这个印证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符合你的 我觉得你以前啊 有点像是鲁莽形式 但你现在突然觉得说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要停看听一下 不要就是兴冲冲的 然后就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张牌卡很有趣哦 你看这张牌卡是 牛奶跟这个蜂蜜 你知道牛奶跟蜂蜜 倒在一起是很 很甜蜜的一种滋味嘛 而且这边是一个彩虹 你懂我意思吗 这边是一个彩虹 那他们叫我这两张牌卡 一起结 你有没有发现说 刚刚呢 在我们这个长景录 这张牌卡 旗帜啊 晴空万里 对不对 那在过去哦 你看 在未来这张牌卡 你看这个呢 这个斑马 好像被分解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就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一直读到斑马 斑马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看哦 你在过去的能量 也抽到斑马 你这未来也抽到斑马 他们叫我这个 等一下再解释 我先把这一边解释完 你看 其实你即将要迎来的 这个彩虹斑的 未来跟天空 已经快要出现了 已经快要降临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要享受到 像这一个大象一样 泡在这个呢 牛奶跟这个蜂蜜 里面的这个游泳池里面啊 OK 但是前提是呢 你必须得先去处理好 你自己这个内在冲突 跟碎片的部分 这个部分给我一个 有一个感觉 像是说 比如说你在过去 这个能量场受挫了 你觉得自己哪里不足 或者是哪里不好 或者这件事情 怎么好像对你没有利 可是呢 由于你看不到事情的 另外一个角度嘛 所以就变成是 你造成这个内在冲突 你跟我说 Jan你刚刚跟我讲说 我从这边可以学到什么课题 我一点都没有啊 我觉得我在里面很委屈 我觉得我在里面很受挫 所以造成你在看 这件事情的角度 只有一面 那它也相对的 会造成你的内在冲突嘛 因为我跟你讲说 这个是你可以学习的课题 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但你否定它 所以只有一个 内在的冲突 跟能量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 非常有趣哦 他们说 你会走到这个 太阳哦 就是很好 有彩虹 然后有大象 可以再泡在这个 甜蜜的这个游泳池里面 但是你看哦 在过去跟未来的能量场 你看哦 你自己很清楚 这两匹都是马 都是斑马哦 然后呢 很有趣的是 你看哦 这个斑马 这个斑马 是正常的斑马 黑白色 你看这个斑马呢 竟然是黑白色 可是又长得像长颈鹿 对不对 是不是很奇怪 可是你这边哦 又抽到一个长颈鹿的牌 对不对 好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给你听 这是过去 这是过去 现在跟未来 这个牌卡是刚刚 我们抽就是这个顺序嘛 你注意看哦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是这样 可是未来这个碎片 也就是这个斑马 加长颈鹿 竟然变成你的未来 你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他们说呢 你内在的有一些冲突 或你不愿意改变的 或你不愿意释放掉的 这些想法或模式啊 或者是你自己 局限你自己这一块的部分 你得先释放掉才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 你是坐在这个 城堡里面的主人 你要架着这个匹马 往前走了 你想要达到 跟这个长颈鹿一样 这种情感上面的满足 或者是实质上面的改变 然后进而呢 去达到这个彩虹 这张牌卡 其实我告诉你哦 彩虹这张牌卡 他们叫我特别再验证给你看 其实这张彩虹牌卡 就是你现阶段能量 这个圣杯石 你有没有发现哦 注意看哦 这个牌卡很有趣 这个彩虹是这样子 延伸过来的 OK 那当然这是过去 跟未来的牌卡 你看这个彩虹 是这样延伸的 OK 代表说 你即将要迎来一个 非常幸福的篇章 非常开心快乐的篇章 但是你得先去问问你自己 到底在这中间当中 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需要修正吗 我需要改变吗 我需不需要看一下 这个说明书 我来进行一个调整 我需不需要用我自己 内在的这个智慧 去面对处理这个问题 我需不需要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下 还有这边还有一个 特别的讯息 就是他们说 如果你是那种 很一意孤行 很铁子 头脑很硬的 那些狮子座的朋友们 你最好听看看 别人的意见 为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别人的意见 其实就是 有点像这个 community的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你得听看看 别人的意见 看看别人 做事情的角度 或者是看看别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 去对你有这种态度 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你才可以把你 这个内在冲突的部分 这个斑马跟长情 混在一起的 这个混乱 它才能够被消除 被消除之后 你才可以达到 这个彩虹般的未来 OK 所以呢 我觉得你看 这些牌卡 虽然都是在不同时间 抽出来 但是它一直互相的 前后印证 如果你想要 朝向你的未来 有一个实质上面的改变 不管是在事业成就 或者在你生活环境 上面的调整 或者是你也想要达到 这个情感上面的满足 那你就得把 这个现实跟这个感性 理性跟感性的 这个冲突 先把它处理好 好吧 比如说呢 你就在那边想 我们刚刚延续 我刚刚做的这个举例 刚刚主管不是给你一个 这个专案吗 要你去处理 要你去做 这个时候你就是 很爱面子 你就是不听别人的建议 你的同事早就跟你讲 这边要怎么改 你会比较顺 不用不用 我很有能力 我可以了 我跟我boss一样 我可是以后 是他未来的接班人 你懂我意思吗 你就是嘴巴很硬啊 你懂我意思吗 很爱面子啊 但是后来呢 你就发现说 我好像错了 我同事当初这个建议 好像是可行的 我应该要参考才对 别人给我伸出这个元首 我却好像就是 把别人拒绝在外 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可以代表说 你跟这个关系的人事物呢 有没有一种 和谐共存的感觉 跟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 是有点互相呼吁的 那这个感情 跟这个实质上面的改变 他当他结合在一起 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你就不会变成像这一个 很像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奇怪的花色的这个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内在冲突 跟这个内在平衡 理性跟感性的部分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好不好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那他们特别在叫我指出一个东西 你看哦 这边是有一个彩带的 旁边这些彩带都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在这边哦 你可以注意看 它有一个光芒 代表说 在你的就是 他们要我形容这个感觉 有点像是 他们叫我告诉你 永远在你的头上 会有一盏明灯指引着你 这个明灯呢 他们的意思是说 除了是你自己内在的智慧之外 他们说 为什么会是说你内在智慧 这个光哦 跟这个光是互相呼应的 还有一点是 他们知道 你是有能力去处理 跟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会把相关 你要调整或改变的这些讯息 download给你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会告诉你 你哪里需要修正哦 你哪里可能脾气要改哦 你哪里做事方法行不通哦 他们会告诉你的 但是他们说 你得先愿意听进去才可以 好不好 这边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但他们跟我讲说 你得先愿意听进去才可以 那最后他们跟我讲 在这个未来的两桌 你就会有一个这个新的开始 他们说 这张牌卡不需要验证 他们要告诉你的事 其实我们刚刚啊 很细很细讲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当事人 你会很清楚了解 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新的来临 新的篇章 事定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要我告诉 私主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困在 这个能量当中 在过去几周的影片 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回顾一下 你去看一下 这个新的篇章 是不是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讯息 这个新的篇章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可是或许你还没有心理准备 你还没有心理准备 可是你有点心知肚明 OK 那你要不要去想看看 为什么你要在这边拖延 或者是不去面对 或不去改变 到底真正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要去问看看你自己 Why 为什么 好不好 我觉得你是很心知肚明 你自己的状况在哪里的 只是或许你爱面子 或死鸭子嘴硬 你不愿意去承认这件事 好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宇宙有什么样的这个协助 想要来帮助你 能够通过 你目前现在所遇到的这些状况 好吧 好 这张牌卡呢 让我来瞧瞧 这张牌卡来 我告诉你们 这张牌卡呢 这是一个金字塔嘛 大家都知道这个埃及的金字塔 你知道呢 埃及金字塔其实是很神秘的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完全呼应了你今天这个 也就是你的这个女祭司的这个能量 埃及金字塔 它是有一个神秘的力量的 然后也有 我记得是很多人有研究过 他们是怎么样建造而成的嘛 但是他们要我跟你讲这句话是 他们说 这个埃及金字塔呢 代表你内在的智慧跟力量 还有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的一些事实 OK 他都被偷偷的埋藏在这个神秘的埃及金字塔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哦 这旁边呢 都是一些灰灰雾雾的感觉 他们说 如果你想要让这边这道曙光照进来的话 他们说 那你得要好好的去找到你这个内在的智慧 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了 你其实该怎么做 只是你在拖延 或你不想面对 那你得要能够从这个神秘的埃及金字塔里面解放出你自己 好吗 把你自己解放出来 那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曙光 好吧 OK 这次呢 我觉得宇宙要给你的建议 怎么样可以比较快速的通过你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些状况 好吧 那最后呢 我告诉大家 今天也不会有天使下凡来解答 因为也在损利期间 他们跟我讲 这一集 这一次也不适合做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小游戏 我们当然就是顺从他们给我们的引导 看什么时候这个小游戏会回到我们的频道来 好吗 但是他们有跟我讲 我们这边会再多抽一张牌卡 给予狮子座的朋友们做一个整体的这个讯息 一个这个能量牌卡解读的建议 好吗 OK 好 来吧 好 好 好 狮子座的朋友们 哈哈 狮子座的朋友们 来来来 这张牌卡叫做失败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哦 我刚是不是有讲了吗 你就是觉得这边洗不通了吗 这边你可能受挫了吗 有受挫感吗 你们要去想看看 这张牌卡虽然叫失败 可是下面有写两行字 我知道这些错误 都是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学习 OK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在经历一些 我觉得 嗯 只有你自己比较能够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量给我一个感觉 是这个错误啊 跟这个学习成长 只有你自己心里心知肚明 这边就是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能量 就是告诉我说 其实你先来知道 就是你自己心里很清楚知道 但是别人可能或许你伪装的很好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或没有感觉到 但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说 其实你是失败的 OK 但我不是说你真的是在批判 你自己真的是做人很失败 或做事情很失败 而是你知道说 这边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这边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这张牌卡宇宙要出来 特别在我再跟你讲一次 失败是为了成长跟学习 你应该要拿着它 成为你的垫脚石踩上去 你才能够逐渐的累积 达到你的成功 这是宇宙要我特别 最后再告诉狮子座的朋友们 好吧 那以上呢 就是要给狮子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的双周能量运势排查解读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在有空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的尽快去回复你的讯息 也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还有给我的留言支持跟鼓励 我都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也希望这期讯息 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